经常往返南语台东的南语族人 遇到去后不佳的第一件事 就是到南语机场填写后补单 日前航空业者为方便民众填写后补机位 改用电子登入 不过有族人说 对于不熟悉电子操作的年长一辈族人来说 增加很多困扰 航空业者表示 近期推动的电子登入后补 主要是让民众更为方便 也会为老人家服务 相对的也可以避免以往 有纸本被抽单情形发生 对采用电子化登入填写后补的族人来说 可以比较有效的掌控时间 过去只要遇到气候不佳 交通中断 主任第一件事 就是到机场填写纸本后补单 更是蓝衣族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如今资本走入历史 改成电子登入 虽然对老人家有些不便 但是电子后补 大大的有效改善 后补大牌长龙的情况 原期新闻下面的大圣台东南语采访报导 好 好